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方面依旧是股市略有下跌 目前是跌破26000点 澳洲股市呢轻微下跌6448点 比特币价格呢大幅上涨至12000美金以上 原油呢也是略有下跌 目前呢英国原油是报价57块2毛1美金 澳元兑美元呢依旧是受到这个新西兰联储的降息 目前已经跌破0.68 目前是0.6768 跌幅呢是超过1%昨天 那么新西兰的纽币呢跌幅最高是超过了2% 我们今天还是来说两个小话题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之前为什么一直在推荐黄金 尤其是近几个月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新西兰联储降息的幅度比其他央行要大 降了50个基点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以及呢这么做之后的一个影响 是否其他国家会继续效仿 黄金方面呢 其实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多次提到了 今年呢一定要少量的持有黄金 为什么呢 因为康波周期 我们说的周金涛先生呢虽然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英年早逝的时候呢留下了这个康波周期的理论 带给了中国这个大陆 那么从这个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出来了 人类社会的周期是分60年大周期 30年小周期 以及10年独立的这个经济周期 大的周期呢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变动 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呢 每隔60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时代在最近 比方说信息时代 蒸汽时代 机械时代 那么在后信息化时代呢 我们在今天或者是这一年又到了新旧技术革命的一个交界 那么这种时候呢 往往会产生旧的行业呢 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新的行业呢 还没有完全兴起 那么在过去呢 很明显的就是马车的时代和汽车的时代的一个交替 那个时候呢 是193几年创造出了这个经济危机 其实呢 也就是旧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力 中间交替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那么过去呢 是拉马车的人失业了 然后开汽车的人呢 工人是有工作可以做了 所以说在新旧交替的时候啊 它会产生一个时间周期 那么现在呢 我们会发现很多工种啊 技术啊 都被机器或者是被这个设备代替了 很多人力呢 就没有办法去获得过去一样非常高的这个回报或者是工作收入 那么因此呢 会带来未来的一个预期收入下降 那么未来预期产出也下降 所以说消费就进而下降 因此呢 整个社会消费的动能不足 那么企业的利润也会相应的降低 因此呢 陷入一个相对的恶性循环 那么这个呢 是经济或者社会周期带来了 不是短暂的能够解决的 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风险方面啊 我们知道现在呢 各国央行是频频降息 那么资产价格会迅速上涨 但是呢 资产价格啊 它上涨不会一直在上涨 因此呢 随着上涨的价格越来越高 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么因此呢 两条腿走路就非常重要 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频频强调 一定要既有这个风险资产 然后也要有黄金 日元 比特币等避险资产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就是非常的合理 能够让我们抵御在过去经济不好 不景气 或者是未来经济股市大幅下挫的一个时候 会有不错的一个资产回报的表现 或者说是我们再差一点 不要向其他人亏的那么多 我们的资产组合呢 相对要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第三个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哪些事情 比方说 韩国和日本之前的关系还不错 现在呢 双双把对方踢出白名单 列入黑名单了 那么国家之间 民族之间的情绪不停的在升级 那么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超级大国呢 目前呢 贸易战是愈演愈烈 没有任何熄火 甚至还要升级的概念在里面 那么除此之外呢 中东地区朝鲜问题 这种悬而未竭 迟迟历史遗留解决不了的问题 依旧是非常的严峻 欧洲方面呢 也是乱的一团糟 那么英国方面 美意已经下台了 现在新的首相上台之后 脱欧依旧是未知数 所以说呢 各国或者是各个地方 地区 目前呢 依旧是非常的反乱 包括香港问题 现在也是升级到国际问题了 所以说呢 这种时候 国际政治不稳定 它的根源其实呢 还是社会生产力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是呢 各国政府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准备好 他们以前呢 是能还上钱 负债少一点 那么现在呢 政府负债也非常多 没有办法继续通过过去的那些财政 经济政策手段来调控目前的经济结构 所以说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冲击的背景下 加上政府在过去积累的不作为 或者是太过于短期的一些 为了大选而去操作的一些政策 短期的政绩 那么长期呢 就会受到严重的一个损害 比方说政府为了搞短期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会大量借债 借债之后呢 三年造好了 但是发现 哎 这个成本三十年五十年都收不回来 甚至呢 之后可能这一条铁路 这一条公路可能就要废弃掉了 没有想象中预期那么好 政绩起来了 但是经济效果达不到 所以呢 政府在过去累积下来的历史问题也非常的严峻 这一切造就了现在的一个综合的矛盾不停的在升级 所以说呢 今年大家适当的持有黄金 或者是持有一定黄金的股票 或者是持有澳币 这个sorry 是日元 比特币等避险产品 那么在综合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不会错太多 那么昨天新西兰方面降息 降息呢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降25个基点 它一下子降了50个基点 那么这个在发达国家里面是很少见的 新西兰政府呢 是希望一步到位 刺激这个经济的一个复苏 或者是防止新西兰资产迅速下降 为什么新西兰要这么做 是因为新西兰啊 在过去是capital gain free 少数几个国家 发达国家里面 资本利得税减免 那么在新西兰炒股赚的钱 炒房赚的钱不需要交税 这样的一个好事情 吸引了大量来自于国际资本的热钱 那么这些热钱涌入新西兰之后 推动了新西兰的经济繁荣 股票市场的持续上涨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涨 我们看到新西兰 奥克兰只有140到1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房价均价这样比摩尔本还要高 甚至直逼新年的价格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认为其实新西兰是有一定泡沫存在的 包括我曾经跟我的导师聊过啊 他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 花了几万块买了一个房子啊三五万 现在呢已经是翻了二三十倍 所以说呢新西兰目前的资产泡沫 其实呢是有一点的 那么政府为了避免热钱迅速大量的撤出新西兰呢 只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一步到位刺激经济那么降息啊 这样的话资本可能还会继续留在新西兰 好了啊我们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大部分的内容啊 再加一句是澳元对新西兰的纽币啊 还是不错的一个交易对 尤其是在新西兰降息之后 那么我们在8月18号呢 有一个讲座是在格伦威伍雷 赫诺娃跳酒店啊 时间依旧是中午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报名电话呢是03-8658-0603 谢谢大家